桃園有意识确诊新冠病毒 市长郑文灿比起指挥中心早一步公开了细节跟足迹 不过指挥中心似乎没有过多的意见 台北市长柯文哲曾经嘴快爆出了 阳明山有集中检疫场所去引发争议 所以这就让外界直疑说 难道中央对于不同颜色的执政县市有双重标准吗 柯文哲上午受访虽然说强调 指挥官陈时中防疫非常辛苦 但还是忍不住开跑 进入校园之前先量体温 台北市长柯文哲防疫不松懈 不过谈到跨年活动 基隆桃園新竹三个绿营执政县市串联改为线上转播 柯文哲批评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有能力对抗民粹 却被基隆市长林又昌怒轰 台北市硬要办跨年才真的是民粹 和柯文哲意见不同的似乎还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桃園市长郑文灿抢先公开确诊医师足迹 指挥中心没有多说什么 但柯文哲爆出阳明山有集中检疫所却引发争议 难道中央有双重标准 柯文哲虽然说陈时中为了对抗疫情很辛苦 但又忍不住开炮 言谈中似乎有说不完的委屈 华市新闻 张志勤 彭冠林 台北报导